2017年6月2日,王心灵正忙着为世界巡回演唱会彩排 单来的当天穿了一件多人眼球的服装 一件内衣外穿的服装 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套论 有人说辣眼睛啊 先锋人数认为 内衣外穿引领了时尚潮流 不管有没有引领潮流 其实这么干的人不三少数啊 很多人之前都已经这么穿过了 或思念比王心灵要醒目多了 直接拿一件内衣就套上了 孙燕姿真是平平无奇啊 感觉上面能降落玩具飞机 不过依然挡不住内衣外穿的风潮 龚力当年在颁奖晚会上一身黑衣上半身 除了内衣 其余部分全是蕾丝 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李伟柔的身材异常火热 在舞台上内衣外穿还不是重点 重点还在于少 由于已经完全放开了 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哟 万万没想到被成为玉女的周慧敏 也曾经内衣外穿过 还挺好看的 不过小编认为啊 人家衣服怎么穿是人家的事情了 别说内衣外穿了 就算内裤外穿也很正常 大家平常心对待就可以 千万不可以言语辱骂 这样就不道德了哟